刷牙真的有那么必要吗 相关的产业天天在强调口腔卫生 说人类要好好清洁牙齿不然生活困难 但是除了人类也没有什么动物因为口腔不卫生生活不下去了呀 也就人类在这天天刷牙 那会不会这个必须刷牙的需求也是商业创造出来的 查了历史发现 古代人是有用动物毛发插在木头上做的牙刷 但是要把猪宗马毛什么的插在木头里 在古代得多费劲 而且直到19世纪末 由于牙刷的原料还是来自于动物毛发骨头相对稀缺 所以肯定也便宜不了 据记载在塑料出现之前 即使是量产牙刷的价格 一个差不多也相当于80斤麦子 所以牙刷作为消耗品 估计只流行于上流社会 也就是说过去的大部分人类也不怎么刷牙 但人类不也是照样好好的 从未记载牙有什么大问题 好了要解答这个疑问 我们需要看看现在牙刷的功能 了解新产品还在哪些地方执着的发力 看看所谓的新功能到底有没有必要 毕竟牙刷的新功能至今仍然层出不穷 从手动牙刷到电动牙刷 从野生刷毛到工业刷毛 普通人是不是一直在备受智商税 其实最早发明电动牙刷这种工具 是为了给一些行动不便 或者因为牙齿整形很难正常刷牙的人准备的 毕竟第一支电动牙刷是1937年发明的 比刚才说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 用合成材料制作的牙刷诞生的含要槽 但那个时候的震动装置 电池等等各种设备的性能都不咋样 体积笨重且非常无贵 正常人不会用这玩意儿 直到60年代 美国通用公司才搞出了大众能用的电动牙刷 但它也大概有一个手电筒那么大 使用两节干电池提供电力 虽然还是很笨重 但愿意赶时髦的人还是开始用了 这个赛道走通之后 各路豪杰都开始发力 震动旋转牙刷 超声波牙刷等等各种新技术相继出现 那么这些新技术到底有没有比手动牙刷强呢 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相比于手动牙刷 电动牙刷使用1到3个月后 牙菌般堆积和牙龈炎症 分别减少了11%和6% 使用3个月后观察到的减少幅度更大 牙菌般减少21% 牙龈炎症减少11% 那既然是这么个效果 为啥电动牙刷一直没有怎么普及呢 这是因为实验室用的是超标准的刷牙方法 就是所谓的巴式刷牙法 这种刷牙方法对每一颗牙都有不一样的手法和要求 而且需要把嘴张得非常大 且不同的部位刷牙角度也不一样 还得仔细记住 全套刷牙洞子做下来平均得将近10分钟 对于上班族来说 早晨那么宝贵的时间 不可能在刷牙上浪费那么久 而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牙刷 还只是单纯的振动性牙刷 这些牙刷放进嘴里还是得手动去清扫 也就是振动只是一个 附加于正常手动清扫至上的功能 如果刷牙的动作要领没有达标 那电动牙刷的效果也没有好多少 而效果更好 功能更复杂的电动牙刷 价格十分高 平常人会觉得没有必要 好了 说了上述关于刷牙的历史 结合各种官方机构对口腔卫生的忠告 就让人不禁想问 刷牙真的那么重要吗 不刷牙难道就活不成了 好像也就现在的我们才刷牙吧 人类之前几百万年的历史 还有地球上数不尽的有牙的动物 不刷牙不也照样好好的 首先一个最大的问题 人一辈子只能换一次牙 能持续换牙的动物蛀牙了没事 过几天它就被全新的牙换掉了 而人类成年后恒牙不再更换 一直用到老 且没有备份 一颗牙用的时间长了 出问题的概率当然也就更大了 而且一旦出了问题 比如蛀牙了 或者被智齿顶歪了 也没办法 硬着头皮接着用 像大白鲨这样的动物 因为一辈子能换几万颗牙 大多数牙籍 对它们来说根本不存在 坏了的牙 马上就被新的完好的牙顶剃掉了 有牙齿的鱼类和爬行类动物 都是几乎可以无限换牙的 而哺乳动物 大多一生只有两套牙齿 也就是乳牙和横牙 人类也就没有什么特殊性的 继承了哺乳动物的这一特质 早期哺乳动物 能从那个白鲨级大灭绝的时代 生存下来 靠的是较小的体型 和较快的繁衍速度 相应的寿命较短 跟老鼠差不多 本着平级时代 能省则省的眼花原理 牙齿一辈子就换一次 对它们来说也够了 结果眼花的方向 在那时就被确定了 导致包括人类在内的 大多数哺乳动物 都只能换一次牙 那么 除人类之外的 其他哺乳动物 都需要刷牙吗 好像也不是啊 首先 大多数哺乳动物的牙齿 在其二三十岁的 生命周期内 没有太大问题 而人类在工业化的帮助下 人均寿命 从三十几岁增长 到了七八十岁 老化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 其次 人类进入文明之后 因为学会了用火 以及精细加工食物 食物不那么硬了 也就不需要 那么大的口腔和咬合力 本着能省则省的演化原则 同时为了在力学上 给越来越重的大脑提供平衡 减少颈椎的压力 人类的河骨一直在缩小 然而 人类的牙齿总数却没有减少 这就让最晚萌发的 牙齿没地儿长了 致齿因此出现 这时候 有个问题 为什么二者不能同时演化 即人类为什么不能 在河骨缩小的时候 减少牙齿的数量 还比如刚才讲的 哺乳动物在体型增大后 为什么不能演化出 持续换牙的本领 这是因为 牙齿数量减少 以及持续换牙的能力 是性状上的根本改变 类似直接让一块骨头 或者一个器官出现 或者消失 这需要大量的基因突变 而上下颌骨的缩小 以及体型寿命的变化 是一种性状大小的微调 可能只需要 个别基因改动一下 显然后者更容易 在较短的演化时间里发生 这就导致二者的演化 很难同步 而且现在 致齿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可以参与咀嚼的 所以它也是有用的 这就导致我们现在得忍受 致齿带来的痛苦 与其形成的沟壑 造成的卫生问题 除了致齿 文明的发展 也让人类的牙齿 更容易被腐蚀了 我们牙齿表面的牙幼质 十分坚硬 硬度可以达到气级 和水晶石的硬度差不多 超过了大多数铁和不锈钢 所有肉食哺乳动物 和人类一样 牙幼质覆盖 整个牙齿表面 助力进食 然而牙幼质虽然坚硬 但也有弱点 这就导致它会和酸反应 也就是酸 会导致牙幼质中的 无际盐溶解 然后流失 这就是蛀牙 肉食哺乳动物只吃肉 所以在嘴里 很少会出现酸性物质 牙齿也无大碍 可人类呢 文明的发展 让淀粉糖类 这些碳水化合物 成为主食 而这些食物 都会被细菌发酵成乳酸等酸类 然后对牙齿产生腐蚀 进而导致牙幼质中 产生很多小洞 而这些小洞 更容易滋生细菌 造成更强的酸腐蚀 恶性循环 以至于最后形成蛆齿 早期人类净食 主要是野果和肉类 糖类和淀粉的摄入量很有限 细菌分解产生的酸 也就没那么大 而农业时代 淀粉的摄入量迅速增大 工业时代 更是让糖的摄入量 急速增加 牙齿上残留的淀粉和糖 会让细菌疯涨 产生大量的酸 清洗牙齿 其实早期可能没啥感觉 但如果严重到牙髓发炎 那麻烦就大了 因为牙髓的微循环非常弱 周边血管细小而且非常少 这就导致免疫细胞 以及抗生素的药物 很难传递到牙髓 所以通常到此 也就只剩下去除整个牙髓组织 也就是根管治疗 这一条路可走了 所以说来说去 还是日常保护好牙 尽量不要让牙齿上 有食物残留最重要 说到这儿 就可以解释之前的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电动牙刷 会不会伤到牙 其实电动牙刷 早期确实会比较伤牙 毕竟那时候技术不成熟 而且不是面向人的 但这方面的技术进步很快 到如今 只要刷牙方式正确 电动牙刷 对比钢铁和坚硬的牙优质的磨损 完全不需要太在意了 比如上情况下 牙优质的厚度约为2400微米 假设每天刷牙两次 一共刷50年 那么手动刷牙 大约会磨掉30微米左右 电动牙刷会磨掉120微米左右 这看着确实是比手动牙刷多了很多 但这也只占牙幼质厚度的二十分之一 而50年里 酸对牙幼质的消耗 可不止二十分之一 与其担心那120微米 还不如担心因为牙刷不到 为带来的驱使问题 当然 使用电动牙刷 也是需要注意刷牙方法的 首先 如果已经有严重的牙齿问题 那就最好不要随便用电动牙刷了 就算非要用 也不要直接开最大档 不然确实有概率震出问题 其次 每次刷牙没必要时间太长 做的地方都清洁到就够了 能按照巴士刷牙法刷当然最好 但是这么刷牙又不太像正常人 毕竟太麻烦也太花时间了 电动牙刷在过去 确实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的 但现在 生活水平的提高 让更多人需要更加细致的保护牙齿 尤其是对于喜欢吃甜食的人 功能更全面的电动牙刷就非常适合他们 人类本来为了追求更幸福生活 开启的工业化 却导致人类的牙齿承受了 无法承受的各种灾难 也让刷牙成了现代人类特有的 还必须去做的麻烦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 牙齿和颈椎 直肠 眼睛等等部位一样 并没有因为科技的进步变轻松 反而变得更脆弱了 这也就是我一直所说的 演化是漫长时间里 环境对生物适应性的塑造过程 它的最基础逻辑 就是用优胜略汰 来让种群适应自然环境 而现在的人类社会 已经逐渐形成一个 负属于自然 又和地球生物圈 同等复杂的超级系统 它拥有自己的逻辑 对人的要求 已经不同于自然界的生存与繁衍 而人为了适应社会 也需要对抗自己身体的原始性 于是两套系统的逻辑 就产生了矛盾 其表现就是 自然演化出的人体形状 严重落伍 所以通过人工的力量 影响人类形状的必要性 也就出现了 可以想象 未来这些落后的形状 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人类显然不可能 一直容忍这些问题的存在 希望在有生之年 我们能看到很多身体问题 被消灭的那一刻 届时 恐怕牙医会完全变成 类似医美的拓展医学 用人造材料更换 并没有坏的牙齿 会变成整容产业链的重要组成 人类对外表的竞争 也将进一步深入到嘴里 再发展下去 我们还需不需要折服身体 好了 活久一些拭目以待吧